啊 狗皇帝 你还我嘉义 你还我嘉义 还我嘉义 还我嘉义 你还嘉义命了 你还嘉义命了 你还我嘉义命了 妙来你怎么穿成这样 成何企图 嘉义 嘉义身为佛门弟子 居然勾引朕的妃子 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做出这种 伤风败俗的事情 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 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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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 快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快 快跑啊 你到底想干吗 走啊 有妖怪 快跑 快点 你干吗呀 妙玲 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 我们不会阴差阳错 误入魔界了吧 大哥 你面对现实吧 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 现在是我的地盘 这个地方这么古怪 这么可怕 快跟郑回宫 快 回什么宫啊 回国你就要处死那个妙廉啊 果不可一日无君 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 你驾崩了 太子就可以继位了 不要以为少了你世界就不行了 你这是大你不道 你在族招战吗 你不怕真灭你九族吗 灭我九族 我还灭你九族呢 你以为这是你的还的大院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没空理你 你 快 妙廉 等等朕 妙廉 你朕要去哪儿啊 让你看 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 他是想害死朕 不提家业还好 就是你害死他的 就是你害死他的 这人 现在还获得肩负 你居然敢咬朕 你敢抢我就敢咬你 你什么时候变成婆妇了 我就是婆妇 我就是婆妇 大胆刁民 这人才还不下跪 这人才赤得明朴了吧 这有助你们九族 妙廉 妙廉 这啥事 妙廉 滴滴 快追 快追 对不起 让一下 对不起 让一下 让一下 来 对不起 让一下 小心点 对不起 家属在外面都 你是不是病人家属 不是 那你跟他什么关系 就算认识 认识 到底认不认识 认识 那他叫什么名字 皇帝 皇帝 姓什么 姓唐吧 不对 姓李 到底姓什么 姓李 李皇帝 名字好奇怪呀 什么呀 嗯 好 哦 那我 简易 简易 你还活着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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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我是冯丰 冯妙莲 你不认识我了吗 刘收司 连华山大天空你都忘了吗 叶博士 你认识这位小姐吗 小姐 您真的认错人了 简易 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 你的长相 和家业一样 你说话的语气也和家业一样 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 小姐 我叫叶佳 不叫家业 您再找别人问问吧 家业 叶博士 开口时间快到了 就是家业 小姐 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 好 叶佳 我们叶博士的行情真是好 常常有女生跟她搭讪呢 可是你不觉得吗 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 越来越高明了 你看看这个 跟眼含剧似的 估计啊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目者 叶博士刀枪不入的 他们也不想想 这样就能调上叶博士啊 真是白费心机 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 不花心 不花心也轮不到你 对 冯芳 我一听到你电话我就过来了 你真想死我了 我也想死你了 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呀 都消失一年了 你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你说我消失一年了 对啊 我 去丽江搞创作去了 不就是搞那个什么创作嘛 你说你还非得找个 没有人的地方 不就是写什么网络小说嘛 你们这些小说家 太不靠谱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闺蜜吧 你说 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 让我一直担心 对不起啊 你别生我的气 我也不是故意的 好了好了 回来就行了 你说有人受伤啊 谁啊 你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啊 你就别提了 我都快倒霉死了 看你这样 像你没俩吵了架是吧 到底谁啊 一会儿再跟你说吧 好吧 医生出来了 医生 我朋友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放心好了 只是皮外伤 休息一下就好了 好 谢谢啊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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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